我们的信息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和復活的大恩 这个是我们救恩的中心 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位 我们钉十字架 然后从死里復活 然后升天将来会回来 这个是神的信息 而这个中心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和从死里復活来到拯救我们 这个信息其实希望我们就不只是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的 但是心里面深深感激神 因为神居然差异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和从死里復活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今天会将这个恩典清楚地讲解释 让大家能够自己明白和帮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能够清楚地讲出神的大恩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解释救恩 有时候有些人只是说你信耶稣得救 你信耶稣得救 就是你怎么得救 不是救恩来的 是怎么领受救恩 讲到得救救恩就是要解释到耶稣的代死和从死里復活 首先我们解释这件事的时候 之前我们就解释神很爱世人 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爱的神 这个是世界上是没有人这么爱我们的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充满爱的 在这个图画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这个手就代表神将那些福气谈到来 其实很多很多 这里只是显示到一些图画 其中就是耶稣的恩十字架 太阳与水 这些我们每天都享受觉得没什么特别 但是其实我们的太阳只要稍微接近我们一些 我们根本不会存在 我们再稍微软一点都会冻死了 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天能够有太阳与水 这个是神的恩典来的 另外我们有教会能够人在神的家里得到安慰可以照顾 有我们日用的饮食 神做饮食不是只是做了出来 而是很好吃的 就是神做的食物是给我们享受的 神的心意就是给我们享受 又给我们有一个奇妙的身体 当我们呢 就是可以 我们的身体运用真的很奇妙的 弹琴啦 唱歌啦 跳舞啦 做不同的东西啦 即衣衫啦 就是譬如寶寶寶寶寶寶寶 这些都是一些爱的表达 或者神做的动物都是很特别的 我自己对于生物很喜欢的 其实如果这里没有人 即是有人是未有的 我在非洲就带了一些动物的 小小的动物 大家可以拿的 记得和他们拿 其实各样的动物都很漂亮的 我在网上就知道有些APP 在手机里可以放上去的 就是什么呢 香港的小鸟 香港的蝴蝶 那些花啦 其实呢 你看的时候 哇 神真是很有创意 做这么多种很好的 非常美丽的动物 和很多种的植物 大自然 都是神的爱 神是一位很爱的神真 神又做母爱 让我们能够有 妈妈照顾我们 能够有关怀 因为神本身就是爱 不单止神做人有母爱 而是做动物 就算鳄鱼也有母爱 鳄鱼也有母爱 鳄鱼是冷血动物 但是他都爱子女 也觉得很深的 因为这个就是神创造 第一点想说 就是人类犯了罪 神爱我们 神爱世人 但是人类犯了罪 就带来很多问题 魔鬼就 长辜这个世界 其实神是 是创造这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 因为人听神的话 如果说到在空间 神是完全勝过魔鬼 神是完全打赢魔鬼 但是人的心中 因为人听神的话 所以人的心中 人的心是很多时候 被魔鬼控制的 这个世界的运作 也是因为人听神的话 所以很多运作 都是被魔鬼控制的 而且也是死亡的权势 那带来什么后果呢 左边第一个图 就是看到人会吵架 会激气 会牢骚 会伤害人 人有愤怒 还有很大的忧伤 人又会很贪心 想拿便宜 拿别人的钱 还有呢 又会有很多打仗 和恐怖活动 这个世界现在有 还有呢 就算一个人 年轻的时候 那个样子怎么漂亮 有一天都会变成年老的 还有呢 左边就是人会犯犯 犯法是会坐牢 而呢 这些人坐牢是解决的 其实他里面一样 可以有很多愤怒的 而人最终都是会老 会病 而有一天是会离开世界 就是因为人类犯罪 所以带来这么多的伤害 为何做人难呢 就是因为罪的缘故 不是因为神的缘故 如果神創造人之后 没有犯罪呢 这个世界根本 我们活在世界上 就好像天堂一样的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说 我是受害者 这个圈住 这个代表被人罵 受害者 这个忧伤的女人 或者小朋友 父母 吵架 她觉得是受害者 我们很多人都说 哎呀 这个世界有很多罪 我是受害者 但其实我们有没有想到 我们其实 亦都是害人的 有时我们令到人忧伤 我们会骂人 我们会发皮 我们会给面子的人看 我们会拒绝人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互相伤害的 就是大家 在这些 无论家庭 出去做工 甚至在教会里面 当人不是听神的话 都会有伤害的 那这个就是 最大的后果 那因为神是圣结的 所以他一定要审世人 那这个 神呢 他 他是有两个主要的圣情 就是神是慈爱 和圣结公义 一齐跟我说 神是慈爱 和圣结公义的 当他是圣结公义的时候 他不能够 我遥恕你了 就是有些人就说 那如果神那么好 那就是全世界遥恕 全部上世天堂 但是神不可以的 因为为什么呢 神 他要跟从他的 他的原则 他的原则是什么 就是爱 但是他的原则 另一个原则就是 他的圣结 他有罪 不能够当他无罪 他一定要惩罚 那所以当人 没有耶稣的赦罪 他一定要惩罚 那这个经文呢 就讲到神的审判了 希伯来书9章27节 一齐读有经文 一齐读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然后启示录20章12节 唯有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寶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策 死了的人 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 受审判 这个讲到人人 就是定命了 人人都有一死 除了当耶稣回来 那一阵呢 如果我们还是活着呢 那我们就不用死了 所以耶稣的人 就可以被提在 空中与主相遇了 然后死后且有审判 启示录20章12节 就讲到这个审判的情况 就是所有的人 全部死了的人都会 翻山枉 无论大小都要站在这个宝座面前 然后讲到一个案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生命策 圣经有讲到生命策 就是说 在生命策上记的 就不会拜这个兽 但是呢 如果明治母在生命策上 会拜这个兽 就是说生命策 就是记录所有信 而跟从主的人 就是跟主有关系 生命上有关系的人呢 他们就在生命策上 只是口 清呼主啊 主有的人呢 他没有跟从神 他不在生命策上 我们得救是信耶稣 但是得救之后呢 就会有果子的 会跟他有关系的 这样的人呢 就在生命策上 那另外一个案卷呢 应该指到 就是说所有人 或者是不信的人 然后信的人呢 就会在生命策上有份了 然后呢 每个人都会凭着这个案卷所记载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那圣经很清楚说的真理 我们得救完全是 本乎因直着信的 不是靠行为的 但是圣经说到审判呢 他却是说到按照行为的 譬如马太二十五章 是说到三个审判的经文 第一个就是十童女 五个是聪明 五个是蠢的 那这五个蠢的怎么办呢 没有预备到柔 这个可以是预备救恩 就是他们没有去回应神 然后第二个比喻呢 就是有五千二千 一千两银子的伯仁 那那五千二千那个呢 就赚了五千和二千 回来 主人就赏着他 但是那一千那个呢 他是埋藏了地 他没有用出来 这样的时候呢 他是被赶到外面 黑暗里面 哀哭设止 然后第三个比喻呢 就是绵羊山羊 那绵羊呢 就是有造在主的 一个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造在耶稣身上 山羊就没有造在他身上 接着这些人就往永刑 然后那些人呢 有造在主身上 就是进入永生 所以就看得到 审判的时候 神就不是问你 你有没有信耶稣啊 神就问你 你信耶稣之后 有没有表现出来 就是你的生命 有没有表现出来 当我们生命有表现出来 就证明我们真信耶稣了 如果他信了耶稣 但是呢 他继续在罪中 他又没有亲近神 又没有遵从神的时候呢 他有一天见耶稣的时候 他说我想耶稣啊 但是耶稣说 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去进入 就是说遵从神的 所以审判是按照行为的 圣经里面 讲不同的审判的经文 都是 在这一阵呢 我介绍一些圣经 讲到关于罪的经文 就是我们 去了解 圣经所讲的 在罪呢 一方面是外面的行为 另一方面是内心的 都是的 马太五章二十字一起读 凡向帝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凡马帝兄是拉加的 难免公会的审断 凡马帝兄是摩利的 难免地要的火 这里有没有人 没试过发怒的 个个都试过发怒 他都说什么 发怒又怎样 难免什么 受审判 发怒就会受审判 骂帝兄是拉加 就是一些藐视的 称呼 没有用 就是说别人 没有前途 难免公会的审断 然后骂帝兄是蠢 难免地要的火 有没有试过骂人蠢 所以我们 留意一句说话 不要说人蠢 蠢的时候 难免地要的火 有些人说 那我们个人都犯过 那怎么办呢 但圣经是说 按照神的界命 我们个个都犯罪 我们最重要的是 神啊我犯罪 求祢赦免我 然后我就说 神啊你帮我改 一方面就是我们知罪 求主赦免 另一方面就是 神啊我不想再活在罪中 因为罪是被魔鬼留地 罪是破坏性的 所以我们就不活在罪中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提 因为人在罪中 常常吵架呢 会不会开心呢 常常吵架的人 不开心的 常常烦恼的人 开不开心呢 不会开心的 会在烦恼 罪里面是不开心的 但是会在圣结呢 跟从神的界命 是开心是喜乐的 是平安的 每一句行话 都要公出来 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节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行话 当审他们日子 必要句句公出来 是句句的 不是公大部分 是句句公出来 那句句公出来 是怎样呢 你曾经什么时候 讲到人的行话 全部会公出来 保罗也都说到 他说我们好像 成了一台气 被世人和天使观看 那我就想像 这个经文所说的 就是有一天 我们都会在审判台前 就会全世界的人 和天使 当然神在那裡 那我们就全部的一生 就好像再活一次 那我就会这样想 到时就好像再活一次 要回到现金 那你现金活长时 你都可以想像 去到将来 好像现在这个天花板 没有了 接着你看到 全部周围都坐滿了人 周围的人 就在那儿看着 我们每一样的行为 到时審判的时候 就全部都拿出来 接着呢 我们就譬如 那次说人来 说人来 说人来蠢 说人来没用 说人来衰 接着呢 神就审悔我们的内心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就说 死了 那我怎么办 我说了这么多行话 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真的在神面前 知道需要悔改 需要神赦免 也都说 说行话 原来神都不是看轻的 就是没有觉得是小事的 在法律来说 说行话 是不会犯法的 你不会被人出去坐牢 但是很多人就认为 我没有犯罪 因为 没有犯法 因为 我没有去 没有触犯法律 香港法律没有说到 你不可以说人行话 这件事 没有人去审查 但是你委托人 你说出来 委托人 有法律可以说你错 但是你两个人说行话 没有人会 就是说你这个 是要捉他坐牢的 审判的时候 要拒他公出来 所以我们自己去想想 有些人说 那什么叫行话 那什么不是行话呢 基本上 有人做得不好 如果你想帮他 你想讨论怎么帮他 这就不是行话 当你说他的时候 你的心一直激气 生气 生气 不喜欢他 你想委托他 或者你 一直说坏人 令到那些人 都跟你一齐认同 他真的不好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说行话 所以每一次我们说的时候 下一次你就试想想想 如果 现在这一阵 全世界在那里听着 其实不用如果的 就是神在那里听着 神在那里听着 我们会怎么说呢 那你就会想想 那你就可以调教 你讲的方式了 就是说 其实我们内心 和我们行为 任何的东西 都是 在神面前都要提出 行人就是杀人 有行一书一三一十五节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你会想 凡杀人的 会有永生存在他 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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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杀人 杀人就没有永生 就是你的心 憎恨人 就没有永生 哇 很严重 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罪 每一样东西都是很严重 其实很多人看这句说话 就觉得 因为有福音 所以就把这句说话取消了 就是很多基督徒在看的时候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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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有永生 那不过呢 我已经耶稣赦免了 就不当回事了 你有没有发觉 我们会把这些经文取消了 杀人讲的闲话 我们就觉得 都不要紧要 我们先耶稣赦免就可以了 我们就会觉得不要紧要 但我们要分清一样东西 就是说罪是重要 耶稣赦免我 然后我就要认真去处理 就是说 不是说 我不紧要 耶稣赦免了 不紧要 是应该说 很紧要 感谢主他赦免了 然后释放我脱离罪 一起跟我讲一下 罪是重要的 是严重的 是有严重的后果 是因为耶稣的救恩 所以我们得到赦免 然后我们就离开罪 因为罪有破坏性的 但是这个分清这个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罪是重要的 就是恨人 都没有永生 那你说我恨人 怎样呢 现在求主赦免 然后呢 求主帮我们改变 心中的淫念 已经是犯奸淫 我马太五章二十八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汉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 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就是说 看见妇女 或者看见晋男 就动淫念 就已经犯了奸淫了 犯奸淫在旧約是怎样做的呢 用石头扔死的 那呢 新约就没有这件事 新约就没有说到 用石头扔死谁 但在旧約 很多的罪 包括安息日做事 都要用石头扔死的 那呢 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神是不起悦的 所以我们心中有淫念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重要的 那有些人是很难的 哇 怎样可以没有这些淫念呢 我们知道他的破坏性 求主赦免以后 我们一有 立即处理 一有立即处理 就是 其实人是会有罪的意念 彈出来的 我都有的 我彈出来立即处理 我发觉越处理就越少了 越来越少的 每一个人总有 黑暗不能见光的地方 我们个个都有 个重要点就是 我们会不会处理 会不会凝罪 知道我是需要耶稣赦免 就不会说我没有罪了 我没有罪了 而是真是我们个个人都有 这个面具背后 有另一个面孔 这个人的不同 有不同的面孔的 而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呢 罪的功架 因为罪的功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乃是永生悲 他的功架就是死 上班的功架就是钱 犯罪的功架就是死 是真是 进入地狱里面是很惨 有些人曾经去过地狱 耶稣给他们去地狱 有些信耶稣的人 他们经历一下地狱 然后回来 说给别人听 让别人去 真是警醒 说到里面受的苦 无论是痛 热 那种 憂伤 绝望 全部都是臭 和臭 臭到全世界都没有这么臭 这种所有不好的东西 都是比世上强很多倍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地狱 千万千万不要去地狱 而地狱不是涅造出来的 其实就算不信的人 他们都有讲地狱 就算是道教他们 都讲他们内阴间 也都中国很多传统 讲到那些人 死了去地狱 又回来 讲回地狱的情景 都讲到里面那些 就是欧利根那些刑罚 而很多人呢 在现在这个时代 也都有科学家研究 因为有些人死了救回 他们就讲得到 周围发生什么事 于是他们就大规模研究 而研究之后呢 也都有很多的书 讲到这方面 就是说很多人死了救回 而他讲得到周围有些什么 他见到哪个人来救我 他穿什么衣服 他是怎么救我 他都讲得出来的 那这类的书 我也有看过不同的 就是证实给我们听 真是有人死了 是有灵魂 是会离开生命的 而有些人呢 就是他们回来 就很大的改变 因为他们 他们的经历 有很大的改变 有些人就说 去了天堂 有些人就去了地狱 就讲得出天堂 和地狱 和见到耶稣 如何美好 所以我 其实 神是有很多证据的 希望我们都能够 说 神这么好 我真的要去尋找他 认识他 然后跟从他 那么呢 因为神的慈爱 他不想我们沉淪了 比特后书三章九节 不愿有一人沉淪 乃愿人人都悔改 神不想人沉淪的 以西基书三十三章十一节 我断不起悦恶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转利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 你们转回转回吧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就是 神喜欢恶人沉淪的 神很想他回来 他就呼召他 你回来 你为什么要死亡呢 就是神的心是一种很强烈的爱 我们 好了 先讲到罪 和罪的问题 神不想我们沉淪 神怎么办呢 他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罪的问题 九龙德后书五章有一节 神使我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 里面成为神的义 这里就讲到解决罪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 神不同世界上任何宗教 任何宗教都是说 你有慈悲 大慈大悲 他有什么好人 但他怎么好人 他不能够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因为神是慈爱 他有圣结的 他是公义的 公义 公义就是说他一定要按法律去做事 我们人的社会都有相当程度的公义 犯法一定要坐牢 要惩罚等等 不过在人的社会 法律都有人情 譬如有时候 他说 你这样的情况 好了 重轻判你 你只是做服务令 但是神是不行的 神可以说我重轻判你 他一定要和他分开 分开就只有去到地狱 神不想 但是他没有办法 而那人去到地狱 他受了苦很多年 他都不能够补上他的罪 所以他一定要继续在地狱里面 所以是很惨 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方法就是 耶稣他是完美的 他来到受了罪的懲罰 就代替了罪的懲罰 就好像本来我们要交罚款 现在人给你交了 那你就释放了 耶稣就付了罚款 那我们所以 拿着耶稣 耶稣就拯救我们 那耶稣为了要付这个罚款 他自己要承担罪和奏座的 高龙道后书五章有一节 神使勒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就是无罪的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 他变成了罪 整个人就是罪 那我们就成为了神的义 他要承担所有人的罪 他甚至变为罪的 还有他要承担奏座的奏座 原文就是成了奏座 我现在读原文 加勒太书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奏座 就属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奏座 因为经常说 犯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奏座的 那在圣经里面 神提到挂在木头上 即是受懲罚的 这个人是受奏座 但是神就简选他的儿子 是一个最羞辱和奏座的惩罚 是公开 因为罗马人钉十字架 是脱了三的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 耶稣是羞恥的 在羞恥的情况 为我们的缘故而受死的 而他是 好像由 旧约的律法所说的 就是在挂在木头上是受奏座 他就成为了奏座 你想想 神的儿子为我们成为奏座 本来在天堂是很开心的 是完全充满喜乐 充满爱的 但是他来到世上被人拒绝 然后最后呢 他要承担这个奏座 所以他在赫西玛利盐的时候 他是非常之忧伤的 因为他要面对奏座 他就求天父 有没有第二个方法 但天父答他 是没有第二个方法的 耶稣为我们承担奏座 有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明白 耶稣最大的苦 不是手、腳痛 他最大的苦 也不是死 他最大的痛苦 是他要承担 罪和奏座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 讲这句 他在上读 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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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离弃我 即是他呼叫的时候 是痛苦的 即是他不是这样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不是这样说的 我的神啊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即是有种很痛苦的状况 因为他从来 和天父是没有分开的 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是和天父分开 所以他就呼叫 神啊 你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他承担了这种罪的懲罰 所以当我们想的时候 神啊 即是神是愿意为我们 赴汤道火 去到最深最深的懲罰 来救我们 我们就说 神啊 你真是好 其实神的属性 当我们了解的时候 他真是很好的 他的本性 充满爱 怜悯 关心 接立人 看重人 很想祝福人 神每一样的圣情 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就看到 神甚至为我们 愿意承担最大的情分 就是他有一个 待人受苦的心 譬如 我们刚刚看新闻 说到有一个人 他为另一个女士 愿意捐出他的肝的部分 我都觉得很伟大 真的很伟大 真的很伟大 三不识七的 他是捐出肝的部分 就是我们来说 我也觉得他很伟大 但是神耶稣 是他为他 为我们的缘故 献上他的生命 并且是承担一切的奏座 这是更大的更大的恩典 当耶稣承担一切奏座 他就解决了所有的控数 罗马书8章33节 谁能控告神所拣罪的人 有神清添人为意料 谁能定贪人的罪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以此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家 我们感谢神 当神赦免我们 没有人能够再控诉我们 包括我们自己 控诉自己 控诉自己最多的是我们自己 就是说你坏了 为什么你这样做 你做错事就被人骂 哎呀你好瘀 就是我们自己会说自己 人亦都会控诉我们 但是这个讲话就是说 没有人能够控诉神所拣罪的人 当然 当我们做错事 我们是要认错 还有我们做错事 我们是要补偿的 而且就算这个人重复说 我们做错事 我们都应该去认错的 尤其当这件事是严重的 譬如说 如果有人真是杀了人 或者犯了奸淫 做了一件很大的事 这个杀了人的家人 再见这个杀人的人 可能都会骂他 是你杀了我的儿子 我今天没有一个儿子 因为你的缘故 如果那是我们 我们都会说 对不起我以前做错 我真的很做错 我愿意补偿回 我愿意补偿回 我愿意补偿 好了 这个是我们作为人可以做的 但是作为神 我们就是要求神赦免 后阵赦免之后 耶稣真的赦免了 在神里面再没有控诉 还有人的控诉 只是人的控诉 在神里面是无效的 就是说 就算我们真的杀了个人 当然我们不希望有人杀了人 如果真的我们杀了人 我们都愿意补偿的时候 虽然这个人会继续骂我们 可能 但是我们就 只能够说 我在人面前 可能人会怀我 但是我在神面前 神已经释放了我所有罪的控诉 我已经再没有控诉 这件事很好 真的很好 我相信大家都有试过做错事 我心里很不舒服 尤其是一件大的事 我自己都试过做一些不好的 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甚至有时候很久都会想起来 好了 想起来 我就会 现在来说 我就憎恨这个罪 但是我知道神释放我 卸面我 但是呢 我就憎恨这个罪 神呀我不想再犯任何的罪 不想任何的罪 再污染我的生命 我也都知道神真的卸面 所以我心里是轻散的 虽然我会想起这些罪 我想起来的时候 我就不是单单 我是说 神呀 你已经卸面我 真是好 如果没有神卸面就惨了 如果没有神卸面 所以我们的罪大压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永远不能够得到释放 我们要多谢耶稣 他释放我们 没有人能够控诉我们 包括我们自己作用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并且从死里复活 而且坐在神的右边 还为我们祈求 一号为我们祈求 就是神真是很接力我们的 好了 先讲解决罪的问题 然后神又要解决死亡的问题 因为死亡其实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我们应该都不会这么快 就是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死亡的痕迹在我们身上 为什么死亡的痕迹呢 大家都会有病的 大家都会有烦恼的 大家都会有绝望的 大家都会觉得每一年 我们的身体和以前都有一些不同 这个就是死亡的痕迹 在我们的人生之中 就算孩子一出生 他妈妈都要很小心 怕他有什么病的时候 可以很大件事 因为死亡随时可以出现 所以我们任何人 都是要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 《哥林德前书》15章55节一起读 死亡的痕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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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痕迹就是罪 罪的痕迹就是律法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性 死亡的痕迹在哪里 你的痕迹在哪里 死亡的痕迹在哪里 死亡的痕迹就是罪 因为有罪的缘故 所以死亡有痕迹在我们身上 罪的痕迹就是律法 因为有律法 要做什么 但我们犯了律法 所以罪的权在我们身上 但是感谢耶稣 借着 感谢神 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性 我们可以脱离死亡 但是你说 我们个个人都会死 除非耶稣回来那阵 我们的而且确 我们现在的身体 是会一路步向死亡 除非耶稣回来 如果不是我们都步向死亡 但是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死亡之后 我们将来复活 我们就再没有死亡 在我们身体上 再没有死亡的痕迹 我们完全得性 而且今天 即使我们的身体会败坏 但是我们的灵魂 却不会败坏 就是我们的灵魂 可以得着神的力量 神的喜乐 神的力量 可以完全的得性 完全的脱离一切 死亡的捆锁 在心里面 不惧怕死亡 我有想过 当我临死之前 我第一件事会做 就是摄录一个影片 准备在我安息礼拜的时候用的 就会笑着口 你现在 看到我在这里 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在天堂 很开心 你就不用为我伤心 不过 我知道 分离也是会伤心的 这是我可以明白 不过 你又要想想 我在天堂 开心得不得了 快乐的神仙 我快乐的神仙 你也可以快乐的神仙 你也可以很开心的 我会想着去做这件事 还有那些人 到我离开世界之前 来到探我 可能他们都会看到 阿尔牧师 你以前没有精神的 现在你这样的状况 我会说 不用怕的 就算我觉得很弱很弱 不要紧 不要紧的 没有所谓的 就算我 我一到一去 我会很开心的 或者天堂一直带着我去 很开心的 我一点都不会担心 我会对于死亡 是一个很正面的看法 因为我知道我去哪里 还有我知道 神喜悦我们所做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有这种不怕 甚至我都想过 如果我受迫伯 我都说不怕 因为神会知道 还有神会让我当说的话 神会保守我 加给我力量 也会有额外的经历 因为耶稣说到时候 我就会教你 说什么话 你不用预先预备 这些说话 是人拼不到的 神会给我们特别的经历 所以我又会想到 受迫伯的时候 我就会有更多的经历 所以我又不会怕 虽然会痛 但是祈祷又可以不痛 神呀你帮我 到有一天 神呀你接我灵魂 我已经做好见证了 我对于死亡和受迫伯 我都有一个很正面的心态 就是说 因为有神 有耶稣圣我一切 我什么都不用惧怕 那我就靠着耶稣 在今世 祝福更多人 帮更多人 这个就是完全 胜过死亡的毒勾 罪的毒勾 耶稣是圣我阴间的权势 马太十六章十八节 我还告诉你 你是匪德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盘石上 阴间的权兵不能胜过打 魔鬼胜不过教会的权兵 因为我们有耶稣的权兵 是胜过魔鬼一切权兵的 很多人都很害怕 整天都说 魔鬼有攻击 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不需要这样害怕 在主动文里面有说到 不叫我们如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说到对于空恶 这个空恶这个字 是可以解释做罪恶 亦都可以解释做这个 这个空恶者就是魔鬼 就是救我们脱离罪和魔鬼 很多人就很害怕魔鬼 但其实耶稣已经说 我这次被你拳兵 踐踏蛇和蝶子 所以我们不需要懼怕 只要我们走在神的路中 神一定保护 没理由越走近神的魔鬼 就越被魔鬼踩 就是耶稣已经说了 断没有甚么能害你们 所以我们有信心 我们是有权命 胜过魔鬼和他的权势 我们一点都不用怕的 我们靠着耶稣 我们是有权命 我们知道可以攻破魔鬼的刑女 靠着耶稣得胜的 因为耶稣已经胜过魔鬼的权势 在第一个復活节的时候 所发生的时候 马太二二十八章第一节 安死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乐的时候 由抹大那的玛利亚和哪个玛利亚 内看坟墓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事 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捆开 坐在上面 他的像貌如同闪电 衣服结白如雪 看守的人 就因他吓得混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在七日的第一日 在安息日的时候 安息日尽 安息日尽 由星期五到星期六 到他尽的时候 到第七日 星期日的时候 天快亮的时候 活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到坟墓 忽然地大震动 然后 有主的事者在天上下来 将石头捆开 坐在上面 那他的样子是怎样的呢 好像闪电 在以西结书 有讲到 在四活物的中间 就看到有闪电 即是在使者 不只是发光的 你会看到他 是有闪电在他身上的 他有戴着神的能力 衣服结白如雪 然后那些看守的人就很害怕 好像和死人一样 当他开墓墓 里面是没有耶稣的 耶稣已经用他的超自然的能力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墓墓 耶稣真是从死里 附近一个很大的恩典 也有很多人 我们在祈祷 看到耶稣 就是告诉我们 耶稣真是活着 还有我们今天奉耶稣明祈祷 是有很多神迹其事 就告诉我们 耶稣真是活着 如果耶稣没有復活 和有復活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耶稣死了 为我们罪熟了 接着他就死了 如果耶稣死了 那我们有罪赦免 那会有什么效果呢 那我们个个的罪就得赦免了 可以同神和好 不过到死的时候 就不用落地牢 不过又不会復活 我们个个就会同神和好 在世上可以祈祷 去亲近神 但我到死的时候 跟着就死了 没有了 这样的时候 或者灵魂 一直在地上 一直不能复活 这样的时候 其实都挺惨的 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但我们感谢神 耶稣为我们熟了罪之后 耶稣就复活了 因为耶稣根本是无罪的 所以他不能够被死亡拒禁 他就能够复活出来 他复活就告诉我们 我们都可以复活 所以我们不单止罪解决了 我们还有新的生命 如果只得射罪 那我们没有新的生命 那我们只得几十年 但我们现在有永远的生命 这个是很大的恩典 就是因为耶稣复活 希伯拉书2章14节 耶稣复活的大能 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得到的 他也照样 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但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耶稣是完全胜过 这个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就是他已经完全败坏他 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复活的大能 我们的生命可以充满复活的大能 但很多基督徒 就不是很充满复活的大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活在神的同在 和神的话语里面 很多人一信耶稣 就犯过立即知罪 我都会问 今天受洗的姐妹 就问她 有没有这个 就是当你信了主之下 有没有改变呢 有没有知罪呢 有没有信靠神的心 他是说有的 神在里面有说话的 就是有感动他 这个就是神是活着的 就是说神是真是活着的 中间 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 都会有这个经历 不过有很多人就没有保守 怎么有呢 初头有 后来慢慢又不祈祷 又不亲近神 那时候慢慢越来越弱 越来越不觉得犯罪是重要的 就越来越没有动力 那时候有什么后果呢 他越没有生命力 就是越没有神的生命力 越没有神的喜乐 但是他越是活在神的里面 他就里面有这种的 耶稣復活的大能 圣告魔鬼的权势 他的里面就充满喜乐平安 充满能力 我感谢神了 当这个报道家 为我按手祈祷的时候 我经历神很大的能力 其实我顺着的时候 是很大的更新的 但是呢 另一个更新就是 当我被这个报道家 按手祈祷的时候 经历神很大的爱 跟着我祈祷 我都会感受到 神的爱和喜乐 还有很有动力 去处理一切的罪 不被任何的罪破坏影响 那我生命就充满了这种的能力 时时有动力 永远都不会 好像永远都不会失灭 还有呢 不会觉得好像 哎呀 Burn out 好像没什么力量 是整个都觉得充满力量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复活的大力 我们怎样 我们怎样得到 神这种恩典呢 怎样得到 他卸罪和永生呢 第一 有限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卸命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切的不言 就是我们认罪 这个认罪呢 不就是说 譬如有个人 他有儿子 好了 他就认罪了 神啊 赛免我了 然后他回去又和儿子在一起 这样的神呢 他就不是真的认罪 认罪就是 我知道这个罪是不好的 破坏性的 我愿意离开这个罪 求神帮我 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认罪是包括一个 忧伤痛悔的心 神是不会轻害 忧伤痛悔 为罪忧伤痛悔 还有信耶稣很简单 我们怎样得救呢 悔改信耶稣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 信他命的人 他就似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 在这里说到 信耶稣是 如何定义信耶稣 信耶稣是什么 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 有些人以为信 有些人信某些偶像 他只是说我信有偶像 到时到时就放一些食物 就叫信 但是耶稣不是想我们这样 耶稣想我们和他有生命的关系 接受耶稣做救主 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这样的人就是信靠耶稣 神啊 你是我的生命 我倚靠你得救 你是我的主宰 你以后带念我 这样的人 神就给他拳兵 做神的儿女 所以信主是很简单的 悔改 憎恨罪 我想耶稣赦免 并且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主宰 不只是信耶稣 有些人说我信耶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回教堂就信耶稣 我会回教堂 我会祈祷 那便会信耶稣 圣经所说的就是 接待耶稣 让他做我们的主 这个才是信耶稣的 当主耶稣为我们代死和復活 带来的恩典 这个章很简单说出来 那今天我上午已讲的这篇道 有个牧师来来 他说这个很简单 将基督徒有的恩典 和我们的责任很简单 四点讲出来 我们一起读 犯了罪 真心痛悔 神必射愿 这个就是个恩典 我们犯了罪 我们真心痛悔 神一定射愿 这个是射罪的恩 我特别用了黄色 神必射愿 第二 深信罪的破坏性 靠主能胜过罪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我们靠耶稣可以胜过罪 不仅有犯了罪悔改 而是我们接着会胜过罪 第三 真心信主和跟从主 必有永生 圣经说到信耶稣得永生 要一切信他 不知面容法得永生 不过圣经也有说到信心没有行为死 所以信心一定是有行为 但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这个要很清楚 不是靠行为得救 一起说不是靠行得救 是完全信靠耶稣得救 但信靠耶稣一定有行为 信靠耶稣一定跟耶稣有关系 当信主的时候 又跟从主即是有生命 跟从主就不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表现 你真信耶稣你就会有一个表现 就好像棵树 棵树是不是靠他的果子 然后他有生命 不是的 他有生命有果子 他不是靠果子有生命 他是有水有太阳 他有个种子有生命 然后他就会长大 他是靠他本身的生命 所以他有长大出来 但是他长大 他就会有果子 同样信主 会有果子跟从主 那就会永生了 然后第四 不怕痛苦死亡 生命被提升 就是说 我们不再具怕死亡 罪恶 我们可以生命被提升 我们只是读黄色的部分 就是耶稣的死和福 带来几个恩典 神必赦免 圣过罪 必有永生 生命被提升 就是我们被赦免了 我们又可以圣过罪了 然后我们有永生 我们整个生命 又会被提升的 怎样得救很简单 一起读一下 悔改认罪 接着信靠耶稣作救主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就得救了 但是得救的表现 这里讲到得救的表现 有三个类别 其实这个图都很重要的 第一是跟救恩有关的 第二是跟神的关系 第三是讲到行为那方面的 好了 跟救恩有关一起读一下 第一 信靠神 悔改理罪 这个信主也是的 但是这个持续 你会信靠神 悔改理罪 这个就是一个持续的关系 接着第三 跟神的关系 第三 亲近神 第四 爱神 这个就是跟神的关系 接着下面就是行为 可能写作行为 比较好 左边红色可以写作行为 行为是什么呢 遵从神 和侍奉神 就是说 它会有什么表现 就是会遵从神的戒命 和侍奉神 但是我们要很清楚 这些不是得救的方法 这是得救之后的表现 亦都是生命的果子 我们得救 永远都是信靠主 和悔改 信靠耶稣 就算你想离罪 都不是得救的条件 就是你悔改的时候 你想离开罪 不是得救的条件 而是 方法始终是 扛着耶稣 是拿礼物 不过你会在那时候 你真的悔改 你就会想离开罪 都是果子 在信主的时候 你想离开罪 都是一个果子 就是说 拿耶稣的恩典 是纯粹说 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耶稣救我 这个就是方法 就是你说 我需要耶稣救我 你救我 这个就是方法 就是说 不是任何人做的行为 不是我们的行为 是我们信靠主 我们悔改 我们需要耶稣救我 然后 耶稣救你 就给你动力去改变 但你可能也都在 你悔改信主的时候 你就说神了 我不想再犯罪 就是你会有这种生命 就是神 这个都是果子 就是我想离开罪 这个都是果子 耶稣復活的大能 很好 当耶稣活在那里面 当你一信主 有这种力量 你就保持 很多人一信主 有这个经历 不过又不保持 不保持的时候 他的生命 就在里面不强 当他保持的时候 整个人以后就不同 神也都为你有特别的安排 就是我很感谢神 神是当我信主的时候 我很深刻 神是很真的 我一起床 真的有神 很开心 为什么呢 我以前在想 人只是几十年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做人就没什么意思 但当我知道有神 我就很开心 一起床 有神 可以有永生 感谢神 我一起床就很开心 就整天都告诉我的朋友 然后当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一起床 神真的好 我可以这样经历你 并且可以带着能力 去祝福人 为人祈祷真的 那些人经历神 我即是里面 立即有回应 回应之后 我就听神的话 神就一路使用我 我都希望大家 都是这样的生命 为了我发觉 神的印证 我之前也有说过 神的印证很特别 就是神有跟一些人说 他说你跟义牧师 或者看义牧师的影片 有些人就祈祷神 我怎么办 他就上网找 一找就找到我的影片 神就想他跟我学习 可以得到帮助 另外就是 我也有感谢神 我想说这个 只是想鼓励你 神都会一样 印证你的信心 当你 即是说 神我需要你 我需要跟从你 神就会接受你 会印证你的信心 我今次去南非洲的第六 和第七次 有人在梦中 未曾见过我 在梦中见过我 还有在异象中 祈祷的时候 见过我 这也是一个神的印证 就是说我们做的是对的 是跟着神的 当你每一位都是 你只要每一天 其实神的要求 是简单的 只要你说我神 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耶稣救我 我愿意跟从耶稣 我愿意爱耶稣 我要走神的路 神就会告诉你 我欢喜你的心 就是你 当然我们追求完美 但是你未到完美 都不要紧的 每一次你做了多少 神都越立的 所以我们永远的心 就不要说 哎呀我都是没做得够好 不要这样想 你只是说 神啊我需要你 你帮我吧 你加我力量 你帮我提升 我愿意走神的路 神就会提升你的生命 任何你跟神说 神啊我多谢你 神就很宽利 神在天上就很宽利 神啊我去你 神就很宽利 你这样的心态 你祈祷就容易很多 所以神就给我这个 互动的祈祷了 互动的祈祷就是 你有祈祷 你就说 神现在很开心 因为神是开心的 神我们亲近祂 祂就会欢喜的 我们专心爱祂 祂就会拯救我们 答够我们 祂就应允我们的讨告 将我们放在高处 叫我们成为尊贵 神是很宽利 所以你一祈祷 神啊我愿意跟你 你立刻可以说 神啊我知道你很开心 你欢喜我这样的心 当我们侍奉神 你就说 神啊你喜欢我 这样侍奉你 这样你就有力量 因为其实这些 是触实神的应许 因为神说了 祂欢喜喜悦 我们去亲近祂的 圣经耶稣里面也说到 如果有人爱神 天父和我都会去祂那里 和祂一起同住 有人爱神 祂就会遵守我们的戒命 天父和我 就会去祂那里 我与祂同住 就是神呢 会欢喜这个人 就会和祂一起的 你的一生就会亡福 那希望我们呢 在这个復活节 就想到 耶稣赐给我们 一个新的生命 我从今天开始不再一样 我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改变 没有盼望 没有力量 阿利多亚 你想不想啊 靠着耶稣有一个新的生命 不再是紧紧得救 在水里 紧紧得救 在水里游 如果你在水里游 紧紧浮在水里 紧紧在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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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打一切 把水吐出来 是不是很辛苦 有些人得救 经常说 这段又好力了 这段又软弱了 这段又很烦 这样信耶稣是很辛苦的 但如果你每天都说 我有力量 有喜乐 有盼望 有祝福人 有被改变 是充满恩典的 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一起祷告 多谢天父 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爱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主耶稣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主耶稣为我们 復活 我们就知道 我们都有耶稣的赎罪 我们知道 我们的罪一定得到赦免 当我们真心悔改 求主耶稣赦免 耶稣就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就将永生 赐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恩典 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 耶稣就提醒我们 关于我们的罪 就感动我们去信靠耶稣 耶稣就和我们一起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你很真实 你很真实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时时都想到 耶稣的大爱 他为我们 主耶稣你为我们 成为了罪 又成为了就座 是很大的恩典 是能够将我们 够我们脱离 罪恶的权势 够我们脱离 魔鬼的权势 够我们脱离 死亡的权势 叫我们能够得救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主啊我们要多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一起开声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为我 钉在十字架上 多谢耶稣流出补血 多谢耶稣属我的罪 多谢耶稣为我 成为了罪 成为了就座 多谢耶稣为我 复活 叫我能够有新的生命 多谢天父为我 成了一切 我在里面有无控的恩典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主啊我愿意触实这个恩典 触实这个恩典 我愿意祈求主你的大恩 临到我身上 保守我们 走在神的路上 满有神的祝福 感谢主 赞美天父 哈利雷 多谢耶稣的大爱 我们感谢主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性命 阿们 请大家愿意闭上眼 今天有没有人在这里 你们说 我愿意真心的信靠耶稣 我愿意真心的 求耶稣做我救主的 请你举手 神啊我愿意耶稣做我救主 我愿意耶稣拯救我 我愿意耶稣拯救我 我愿意接受耶稣钉十字架 和复活的大恩 我愿意 你举高你的手 神啊我愿意耶稣拯救我 愿意耶稣将永生赐给我 神是真是一定听我们的吐口的 多谢主 我为这些人吐口主耶稣 保守我们的信心 颠固我们的信心 叫我们一生跟从你 一生信靠你 知道有耶稣的恩典是很大的 有耶稣的救恩是很大的恩典 有耶稣的保守祝福是很大的恩典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性命 阿们 好 大家静聪 在这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奉献 但希望大家有个乐意的心 未信耶稣是不需要奉献的 我们一起祷告 请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将很多丰盛的恩典给我们 求你赐给我们一个乐军的心 因为我们奉献的神是纪念的 我们多众的多德 小众的小修 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 神是喜悦 神是必定永远纪念的 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乐军的心 有一个愿意奉献在天罡里面 成为多刑祝福的心 不愿意奉献 不愿意奉献 不愿意奉献